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是韩元的新主人吗 我没这么大面子 我只是帮人看管韩元而已 那现在 谁是韩元的主人啊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告诉你 是不方便 还是没有办法说出口呢 随便你怎么想吧 其实你也不用多想 我不介意 说到底 我还希望是个旧相识 来看管韩元 说不定 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让我顾地重游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可是你看 我裙子都脏了 怎么办啊 我还要去见人呢 那你别去见人 赶紧回家 不行 我是要去应聘的 高晨 高晨 我突然想起来 我上次搬家的时候 还有一些衣服在韩元 能不能 让我进去换件衣服 然后去应聘啊 对不起 这个忙帮不了你 你还是想别的办法 你 你不能走 这工作对我来说 真的特别重要 我是要去应聘的 到时候 我要挣薪水 养我妈 我妈最近身体不好 高晨 好了好了好了 上车吧 你答应了 对 上车吧 什么情况 心高点 让吕确给进韩元了 确定 心高的 我现在没有外衣穿了 看你怎么撵我出去 我怎么出浴室呢 不能让心高的 看见我这个样子 怎么办 我的天哪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你什么意思啊 站在那里 没想吓死我啊 虽然你是个千金小姐 我想提醒你的是 每次在你洗澡之前 能不能准备好 自己换洗的衣服啊 你看什么看呀 你这个流氓脑子里 肯定要想什么坏主意了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占我便宜 我饶不了你 你这个流氓脑子里 你这个流氓脑子里 小姐 你是要回你之前的房间换衣服吗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去过你的房间 想帮你找几件衣服 可惜没找着 或许你不知道吧 前两天 韩云招了贼 你 你看见那个小偷了 看见了能把东西给偷走了 不过我估计啊 那个贼 应该是个女贼 他把你的所有的衣服都偷走了 而且下手非常狠 而且把你房间里的所有的窗帘 也都扯了带走了 偷窗帘的贼 倒是第一次遇见 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 连窗帘都偷人 真是 那 那现在怎么办 我衣服都湿了 不能穿了 所以委屈你 把我的衣服换上来 还有裤子 你还要回你之前的房间吗 怎么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窗帘都被偷走了 那我去哪换啊 你去我的房间换没 别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我告诉你 我知道 你这个人最会留门敲锁了 我告诉你 现在韩云 我是主人 我拥用韩云每一间房间的钥匙 用得着敲锁吗 是吗 行了 去我房间换吧 我在花园中间等你 等你换完 行了吧 别偷看啊 我去把你绝进去 我回来 你会去哪个房间的房间 我去哪个房间的房间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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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房间的房间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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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她的感情 怪不得那天 在我房间里 没找到这件衣服 原来被这个坏蛋 藏起来了 干脆换这件礼服得了 不行 那样不就没理由 留在韩元了吗 不行不行 嗯 嗯 高晨 我有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情 你看 现在天都这么晚了 我要是缺不硬的话 都迟到了 人家肯定不会用我的 都是因为你 弄了我一身泥 把我裙子件脏了 我要是裙子不脏 我就可以去应聘 我可以去应聘 我就能找到工作 我找到工作 我跟我妈就不会挨饿 我就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我是因为你才丢了工作 你看 你现在一个人 住这么大的韩元 你自己管起来也很累吧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管家 要不 你把我留下来当管家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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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